方曾一度传出幻怕金森氏正淡出演艺圈 女星方曾因演出电视剧《我们这一般走红》 转战本土剧八点当台湾霹雳火 台湾龙卷风已有亮眼表现 不过近年却突然淡出荧光幕 几乎没有新作品推出 近日录制年代新闻聚焦2.0时 她透露因为重金属中毒才暂理演艺圈 并非谣传的幻怕金森氏正 方曾表示之前敢拍戏剧时 曾长达6天午夜没合眼 不正常作息导致免疫系统受损 此外由于录影地点多在地下室 而重金属色多存在于该环境的空气跟水中 长时间工作下因此患重金属中毒 让她得靠含有农药成分的熬合剂治疗法治疗 并透过尿液排出体内毒素 此外她也因为长时间穿高跟鞋拍戏 导致脊椎侧弯 退化性关节病变 碍于不敢开刀只能靠复健治疗 在医师建议下搭配水疗复健后 身体才慢慢恢复健康 方曾只专注于演戏 而不像别的明星一样 以追求三期 四期为目标 可是她却有一副让人意想不到的好歌喉 因为她从小就学习音乐 而且曾经在一个全台湾级的歌唱选秀活动中 获得过第一名 在天地友情中扮演一位历经苦难的母亲张淑青 方曾付出了很多的感情 以惊年于不惑 但尚未结婚的方曾 在天地友情中扮演四十多岁的母亲 身份的差别之大 可以想见表演的难度 但她的表演却十分的精准和到位 舒青在剧中并不是主角 她从来不给人以喧宾夺主的感觉 但只要您注意她 就会有很多惊喜 方曾1993年演出 我的这一班中的季节季老实走红 2000年开始街拍本土剧 尝试恶女路线让事业翻红 年收将近千万 据苹果日报报道 细约不断的她 却在五年前退出演艺圈 转而发展水疗器材直销事业 目前已是董事级经销 月营业额已超过200万元 每个月都有2至3万元的分红 放下一人身段 方曾不只会亲自到府 替客户安装器材 还会帮忙洗浴缸 但她甘之如已 反而对过去拍八点当的生活极度抗拒 透露当年劳业感戏 承受极大压力 边哭边求导演把角色赐死 整个人陷入低潮 但剧组只愿意给一天休假 让她濒临崩溃 每天为了收视率拼戏 方曾因此罹患帕金森氏症 身体健康严重出问题 不知手会发抖 指甲断裂 连同戏演员都发现她的脸部有抽搐现象 即便戏约满满赚了很多钱 却赔上了健康 在家人的支持下 她才勇敢决定退出演艺圈 发展自己的事业 谈及感情生活 方曾大方透露目前已有未婚夫相伴左右 她说 她会把我当公主宠爱 会做菜 打扫家里 享受两人世界 现年48岁的方曾表示一点也不想生小孩 笑说 我连狗都不太想养了 除了方曾外 还有不少女演员走向转型之路 比如8月12日 有台媒报道称 45岁的资深演员张本渝为了维持生计转行当外卖员 近况艰难 据了解 张本渝在年初和好友共同投资开了一家泰式餐厅 但刚开业不久就遇到疫情爆发 生意大受影响 为了让餐厅度过难关 张本渝不得已开始做起外卖员 工作中的张本渝身穿黄色T恤 一脸素颜打扮朴素 他一个人搬着整车的便当盒 工作量看起来挺大的 因为没人帮忙 张本渝独自做体力活还从别处找来推车装饭盒 地下堆满便当 据了解 张本渝此次需要送外卖到某电视台 给参加综艺录制的艺人和工作人员使用 其中有些还是他相识的艺人 拿到便当的曾国成和徐乃琳看见外卖员装扮的张本渝都没有认出来 大家曾经都是演艺圈的同行 如今张本渝沦落到送外卖 还恳求艺人帮忙合影宣传店铺 着实令人心酸 张本渝转行当外卖员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 虽然这份工作不比明星风光 但他仍在坚持 因为餐厅前景堪忧 张本渝只希望疫情能早早过去 好让自己的生活步入正轨 如今45岁的张本渝 没有老公孩子 还需要赡养一对年迈的父母 他早前在娱乐圈拼命挣钱 只为给父母买一套房子 张本渝的父亲快70岁了 2016年因为脑中风导致身体左侧无法移动 生活中的大小事都只能交给张妈妈打理 张妈妈每天照顾病人非常辛苦 心疼妈妈的张本渝就越发努力挣钱 想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对于感情 张本渝宁趋无烂 他不想为了生小孩而结婚 更不愿将就 与其嫁给不爱的人 张本渝宁愿单身一辈子 他始终相信自己一定会遇到对的人 张本渝 双眸寒水 我见游帘 不俗的外貌 让他在台湾的演艺圈有了一个不错的开始 出演的第一部戏 是与当时大热的刘若英主演的富有奇幻色彩的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 电影是由中国传统戏曲《牡丹亭》一戏演展而出 讲述两个互不相识的女子杜莉莉与柳玉梅 在冥冥之中产生的关联 之后她趁热打铁 出演了一系列电影 就这样张本渝一路打磨演技 专心演戏 终于因《老婆大人》成为当家一姐 之后更是获得了导演浩然的青睐 与贾静雯、赵文卓、宝剑峰等一起出演古装武侠剧《至尊红颜》 张本渝也因参演剧中娇艳任性 阴险多计的萧淑菲一角 让观众恨得牙痒痒 之后张本渝没有被眼前的成就迷惑 而是继续精进业务 随后出演了由胡冰主演的爱情剧《真情告白》 以及都市剧《婆媳过招千百回》 喜剧《追夫三人行等》 小时候好像毕上的一节课 就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就是这节课 我们每个人都在心底埋下一颗梦的种子 没有人愿意碌碌无为走过这一生 都曾梦想自己沾到世界巅峰 可现实是大多数人曾经的种子都不曾生根发芽 说来张本渝如今已经淡漠出人们的关注点 但他曾经努力获得的成就 永远定格在闪闪发光的那段岁月 生命的意义本就是不负时光 不负自己 46岁的张本渝吞去了年少的张狂 会在生日结束 感谢生命中所有人的支持 已经46岁的他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居家做的美食 养的花卉 不时和朋友一起出门跑步锻炼 好不惬意 五天前 张本渝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 主动爆出新恋情 与男友相恋一年多却一年没见面 因为特殊时期原因 两人只能分隔两地 中日只能靠视频以解相思之苦 两人的通话记录最高都达8小时了 据了解 两人是通过朋友认识介绍的 在了解一段时间后 两人也是以结婚为前提交往的 但男友目前在日本工作 两人的终身大事只能厚颜 但好在两人的感情不错 据悉 张本渝过生日时 男方还特制了一份生日卡给他 同时母亲也知道他的男友了 还希望他早点嫁出去 收获爱情 当时张本渝与白吉盛爱的轰轰烈烈 两人因和拍演出 麻辣一家亲相识相爱 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可突然的感情破裂让张本渝深受打击 可生活还在继续 感情风波之后 张本渝在荧幕上的首次露面 就深受关注 他还是一如既往 高效率地完成了拍摄 镜头后独自舔尸伤口 镜头前强撑微笑 观众为他打抱不平的同时又更心疼 可感情向来都是简不断理还乱 好在经过这件事后 张本渝没有对爱情失望 他依旧是那个向往美好爱情的女孩 在一个极其普通的下午 时间就像往日一般 悄悄从指缝溜走 可你却闯进了我的眼睛 我从来没有见过爱情的模样 却无数次幻想过你的样子 直到我遇到了你 我才发现爱情是有颜色的 张本渝在男朋友没有出现的这几年 一直在充实风迎自己 直到对的时间 以最好的自己面对最对的那个他 爱情是弥足珍贵的 所以是需要我们等待的 可在爱情真正到来的那一刻 张本渝也没有退却 既然钟情于玫瑰 那就勇敢吐露真心 就这样 46岁的张本渝再一次遇到了爱情 回顾张本渝的圈内经历 他曾经和很多明星大咖合作过 现在过去转行送外卖 虽让人可惜 但靠着自己的双手谋生 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无论如何 希望张本渝往后的生活可以越来越好 事业能更上一层楼 你喜欢这位女明星 欢迎你来留言和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